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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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安靜 不太會主動搭訕別的人 所以當我接任會長的時候 連我自己都很驚訝 但是我知道 分會是一個互助的地方 所以前任會長 品輩找我時 我就知道他一定會幫助你 所以當他詢問我接任的醫院的時候 我就回答說 好 沒問題 又人知道了 我也會提你 一開始我還是戰戰兢兢 因為生而閃耀 每個人都在發閃 我們是一個非常活潑 有朝氣的會 而且我們有非常傑出的前會長們 品輩一站在舞台上就閃閃發光 吉馬丁是演講的常勝軍 大家都還記得他的腳趾頭吧 他等一下會用腳趾頭幫大家夾菜 好 沒關係 他今天不在 建平 他是一個暖男 而且他幽默又風趣 風格的情形 所以讓我感動的是 當我 詢問每位幹部 他們願不願意接任幹部的時候 他們馬上回答我 YES 讓我非常開心 或許那時候我問他們 因為他們是害怕我手上 帶著會軍給我的開箱包 所以因為這樣 2023年6月 我們就把所有的幹部 全部集體完成 感謝這屆的幹部 團結了 崩潰帥 並且在活動中展現了向心力 去年的一日遊 大家都還記得吧 活動是非常的成功順利 讓大家度過快樂的一天 這種行程不容易安排 但他們辦到 所以請大家給這些幹部 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今年我也獻出了我第一次 第一次參加區賽比賽 今年的演講量 是去年的三倍 教育副會長劉靖 謝謝你喔 只要劉靖說 下次沒有人演講 一定上 我就會說YES 我知道我不能退卻 因為我是 聲而閃耀的會長 我也要大膽的放閃 當了聲而閃耀的會長之後 我變得更勇敢了 前幾天 我去參加了越野跑 跑到下坡的是 路非常的陡 又滑 我又不斷聽到 後面有人滑倒的聲音 那一刻我很想要放棄 但是我後來想想 每次劉靖找我演講 我都敢說YES了 那我有什麼好害怕呢 抱持了這樣的信念 我終於完成了比賽 劉靖下次找你攀岩 記得說YES喔 好 大家都聽到了 錄下來了 此外 我要特別謝謝創會會長保羅 他總是告訴我說 如果我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永遠會幫助我 讓我覺得我永遠有後盾 而且他是我們每一次會議的攝影師 謝謝你 每次都幫我加濾鏡 讓我變得更美 此外我要謝謝品貝跟疾風的鼓勵 最後我要非常感謝所有會員的支持和鼓勵 感謝大家包容我常常要出差 這段經歷讓我成長很多 也變得更有視性 希望未來我們大家還是會繼續幫助 把分會發展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